赵小乔透露拼怀孕没消息压力颇大,华氏提供 记者年相晚台北报道,千七朵花团长赵小乔与刘亮佐去年12月登记结婚,9月补办婚宴,圈内众多艺人都到场祝福 经赵小乔路华氏天才冲冲冲透露,夫妻俩努力做人,向怀孕却一直没写讯,让他开始觉得焦虑,真的很急耶 我都38岁了,不仅如此,他还自暴似乎提前进入空潮期 刘亮佐,右,赵小乔,左,资料照,记者照事宣社 他透露医生也看了都没问题,做人次数都够,没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,代表检查不出来 贪言急着怀孕除了担心年纪生不出来,也因为他想付出拍戏 又怕接了戏突然怀孕,拍戏的环境,如果怀孕了会不方便 但空着时间又没怀孕,就觉得每件事都卡着不动,心情很焦虑 他表示,身边很多朋友热心帮忙介绍怀孕密招 我有认识朋友,办公室同事一个接一个怀孕 介绍我去他们办公室做一下好运味 他笑称,自己有去世做了几分钟,但肚子还是没动静 朋友说我做的不够久,要我去那边打工作满八小时 我有认真考虑 刘亮左右,赵小乔,左资料照,记者赵世勋社 他将记此全权视为几出,笑称全权升上国三 每天都要晚自习,他想做饭都没办法 我有种提前进入空潮期的感觉 家里都没人,老公又忙工作 他透露不止他和老公急着想要孩子 就连全权也很期待新生命 他还指定要妹妹里,连名字都想好了 说妹妹名字要叫紫爱 被问到是否满意这个名字 他笑称,如果真的怀上女孩 名字还是要再讨论 我会好好跟他讲